在埃及开罗举行的世界剑击錦标赛 世界排名第一 香港的张家朗 在花剑市强战不敌意大利对手马年尼 但就在不设桂军赛下 张家朗为港队男子花剑 第一次夺得一面细錦赛同牌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表示祝贺 又说张家朗得奖是十字名归 为本港男子剑击运动 再次写下历史新的一页 在埃及开罗举行的世界剑击錦标赛 东京奥运金牌得主张家朗 被列为赛事的头号种子 积入64强正赛 他先后淘汰美国、捷克等剑手 去到4强对世界排名第三的意大利剑手马年尼 张家朗开赛初段未能够取得优势 一度落后 但他沉着应战 一度追近自10比12 其后张家朗和马年尼得分梅花间足 张家朗追自12比14的时候 马年尼取得决胜分 最终张家朗以12比15落败 虽然无缘晋级决赛 但由于赛事不切贵军战之下 奪得同牌 张家朗自去年在东京奥运 奪得男子花剑金牌之后 其后再成为首位登上世界排名第一的 香港男子剑击运动员 今次又首度奪得细紧赛的奖牌 创下多项历史 凤凰卫视记者在《狂协》里面 我们下期再见